该弥陀名号 真实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这讲得都清楚了 法身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 能心万法 你看 慧能大使开悟最后一句话说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法身陷的 法身能陷天堂 能陷极乐世界 能陷华藏世界 法身能陷地狱 能陷恶鬼出生 什么都陷 功德不可思议 为什么陷这么多呢 法身所陷的是平等的 没有其心动念 会变成这些样子是众生的念头 一切法从心想身 谁的心想不是佛菩萨 佛菩萨没有心想 众生的心想 你看你想天堂出现 想我地狱出现了 想阿弥陀佛 和极乐世界出现了 想平等真 和华藏世界出现了 想什么先生 所以一切法从心想身 既然一切法从心想身 那我们要到极乐世界 我们就专想 阿弥陀佛 专想极乐世界 出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我才不想了 你到极乐世界很快 而且你到极乐世界 一点障碍都没有 需不需要人 祝念不需要 恐怕祝念的人 扰乱我 他心不清静 他会扰乱我 真有功夫的人 不要人祝念 你看自己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往生走了好多时候 才被人发现 这都在表演 跟我们做榜样 跟我们做了好样子 感谢观看